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詹女士 你好 何老师 你好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咨询 所以我可能会向你提出很多的想法跟问题 我会记录下来 如果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任何的不是 你都可以提出来了 你好像一直在看时间是有什么问题吗 不好意思啊 我五点钟要去接我女儿放学 明白 在开始之前我很想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会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呢 我 我觉得 我很不正常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我居然 想伤害我儿子 你应该是正在经历产后抑郁 你还记得你刚才填的这个表吗 这是一份爱丁堡产后抑郁亮表 对于里面提到的大多数生活情景 你都是觉得难过 自责 无助和焦虑 像这个表格一般来说 如果总分超过十三分 那就是产后抑郁障碍的状态 而你的总分是二十一分 你觉得女儿在奶奶那里受到了委屈 会怎么样 她心里一定会很难受 她一定没有现在的性格这么好 可能会影响她一辈子的 所以你很担心 因为奶奶重男轻女而伤害到她 我也受到过这样的伤害 直到现在 我都没有办法恢复 因为你经历过 所以你明白那种痛苦 每当你担心奶奶重男轻女 伤害椰子的时候 你伤害儿子的想法 就更容易出现 你看她念护子了 她都这么大了还念护子 我都不念护子了 今天就这样了 今天就这样吧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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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妈妈 我要你一生回藏了 您好 请问您是来咨询的吗 我找汤莉莉 莉莉她有事出去了 您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 我帮您转达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我就是想来看看她最近过得怎么样 这房子挺不错的 您买的 怎么称呼您呢 叫我童谣就行 您跟莉莉是 我们算是朋友吧 不好意思啊 之前没有听莉莉提起过您 这不是挺正常的吗 每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事情 或者说秘密 你觉得对吗 怎么了 我不知道怎么给老何回复 她说什么了 她说有一个叫童谣的人来找我 文是不是我朋友 你说她是不是就是想跟我说说话呀 没回就先别回了 给她点时间想清楚吧 你俩现在的心结说实话还没打开呢 如果太热情的话会强化矛盾 她客气呢又会把你俩的距离直接推远 你也不想跟她只是成为一个有事才联系的朋友吧 当然不想 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 文字呢表达不了语气 会显得很尴尬的 我还是找机会跟她见面好好聊聊 好 季教授 这是我看就剩最后一本吧 我君子不短所爱 谈不上所爱 您就收下吧 我看这本书啊没缘分 留过三本了一本都没留下 谢谢你的好意 还是你收着吧 我之前在贺顿家见过一本 难不成 借出去的书 泼出去的水 一本在学生那儿 一本在同事那儿 还有一本啊 食物不早了 有机会到家里来聊 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不用不用 活动活动 对神经有好处 上次因为忙别的事 把你怠慢了 你不但不介意 还送我书 小贺有你这样的好凝聚啊 我就放心了 贺顿的老师自然就是我的老师 怎么发展那么快 您误会了 我就是对心理学比较感兴趣 现在先跟您掏掏幸福 日后再来掏墙 一本书竟收买我 你的如意散盘啊 打错了 喝的那孩子吧 爱较真儿 有时候忙起来 连饭都顾不上吃 性子要急容易得罪人 什么时候得罪人了 远水救不了近活 你啊 得多看着他点 赫顿是我的朋友 令大哥放心 有机会到我家 尝尝我的手艺 我是飞 好 一言为定 你这儿怎么了 别动别动 流血了 稍微等一下 可能是做鸡心瓜的吧 我帮你消个毒吧 谢谢啊 没事儿 可能会有一点疼 忍一下 疼吗 一点 我们想起来 什么这个话 李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